山土耳颱風3號登陸高雄 高雄樹山動物園 監視其拍下一棵大樹碰的一聲 直接砸在湖蒙區 兩片大玻璃硬生破裂 園區被狂風吹到滿目窗移 鸚鵡區也被吹斷的樹砸毀 河馬區水池也有樹枝砸落 搜信動物園有搶先做好防台措施 動物都平安 斑馬悠宅吃草 河馬還在水池游泳 但園方人員已經仍養馬翻 動物園一片狼藉剝離破 大樹東倒西歪 大型機具進場幫忙恢復 園區狀況緊急搶修 也同時宣布1號到7號修園 一共修7天 大概已經也恢復了 大概4 5成了 所以我們預計 大概在10月10號的話 我們園區是可以再重新開放 動物園持續搶修 而市區的路口還是一片混亂 四圍光滑路口 紅綠燈耗製被狂風吹歪 原本正面變邪的 到底是紅燈還綠燈 根本看不到 由民眾拍下紅綠燈亂歪 到底該怎麼看 一場颱風把耗製變成裝置藝術 現在路口交通大混亂 只能靠遠景幫忙指揮 山途而真的太猛 相關單位恢復市容 疲於奔秘 只有動物們超悠災 連休7天 另類放假 記者最後報導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 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你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